現在大部份人家裡的船盒都是用膠製的 所以今天我就帶大家來看一些特別的船盒 就是瓷器船盒 而且它每一個花紋都是由師傅人手繪畫上去 非常之特別和精緻 立刻帶大家去看看 來到百年歷史路字號的粵冬瓷廠 是香港石果僅存的首會瓷器廠 走到來就好像走入時光隧道一樣 通道兩旁堆滿數以萬計的瓷器製品 小魚碗碟、大刺花瓶 全部都是人手繪畫的瓷器 而最想不到的是 原來現在還有手繪的賀年泥盒 和我們平時看到的泥盒很不同 無論花紋和款式都很講究 非常之古雅 以前我們一向做的 我們叫七子圍碗 即是七子瓷器圍在一起 深的碗 有些淺身的碟 所以這些是為碟 即是淺一點的 淺一半 盤可以轉來 有個貝蓋 打開 師朋友最開心 中心就擺瓜子 唐蓮藕、唐蓮子、唐冬瓜 很多都是唐的東西 瓜子有白瓜子、黑瓜子、紅瓜子 放滿一個盒子 打開 即是聚保盤 現在因為沒有了 漸漸沒有人做盤 我們現在現代之內 找到這些五格 因為就好像金錢一樣 一個金錢形狀 放些花生、糖、朱古力、唐蓮子 幾分扁鑽一下 這個圖案叫做篤花 又是麥里奧夫人 那些百多年前英國的圖案 拿來做這個訪問出來 我們那時候 我不知道叫什麼花 會馬上叫做篤花 師傅在白色的瓷器上 畫上彩色的圖案 每一筆一畫 都是人手慢慢揮畫出來 絕不媽夫 非常講究 好考師傅的手藝和功夫 每一件作品都是心思之作 全人手畫得很生動 雞的雞身全都找人手畫出來 我們行上叫做鬥雞 鬥雞即是說他們大家是側紅 不是打架 即是一種隱康唱歌 鬥大聲的歌 看看誰是威風 紅豆豆氣惡惡 所以這些圖案 就是我們廣東特有的圖案 我們有土 有羊土 這個鳳眼果 你們不懂的 有梅花 雀仔 花團金束 一片繁榮 雞小更快 雞小更快 正常 雪 目前是 秀 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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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